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个session是我会觉得比较精彩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Hitcoin MacOS的talk比较少 所以其实我觉得基本上 再次有跟MacOS Security 有关的presentation我都会很有兴趣 那下一个presentation就是 Every iteration is black 就每一个验证方法 都有方法可以黑的也是 那presentation应该是关于 local endpoint macOS的security 所以假设你有大成功 某一个macOS 然后可以execute a command 接下来你下一步是什么 就是拿到root 对不对 就是privileged escalation 就是从一般的user 可以拿到root 对那欢迎Will 欣神 Tim D5 Thank you 好 各位好 我是这一场讲题的讲者 那我的题目呢是 Tackling Privilege As Caption in macOS 我目前在Tim D5担任的产品开发 那也是Tensec CTF team的一员 那我主要的研究主题呢是在系统安全 和二一层分析 以及threadhunting相关的技术 好 首先我们现在聊聊在 macOS上的几个攻击阶段 首先呢是二一层是进入到系统 在系统内进行运行之后 就会遇到一个很大的课题 是如何做提权 主要原因是因为在mac底下呢 user mode的二一层是无法 去读取像系统 或是user的精明资讯的 因此在今年的dazzle spy 和cloud message 这两个二一层是的家族 都有针对全线的管理去进行绕过 那除了这些利用CME的漏洞之外 也有像surprise chain或是elestra的 JS ingestion 和browse hijacking 相关的漏洞的攻击 好 那么本讲题的目的呢 是要借由了解在全线管理 提权的攻击面 去做出我们的mitigate 我们的缓解措施 来去侦测这样类型的漏洞 侦测这样类型的攻击 好 那希望在本讲题呢 能够让听众了解到 跟mix相关的攻防 好 那这边是我outline 首先整体来说分成五个章节 首先我会带大家了解 跟红队相关的提权攻击面 有哪一些 我们会罗列 再来呢 我会针对这个 endpoint security framework 这个由苹果所给予 这个第三方应用程式 所使用的这个框架 那第四章 我们会针对这个endpoint security的框架 去实作出我们的detection的module 以及介绍我们的侦测的逻辑 好 首先我们先带各位了解一下 在mac上的全线管理机制 整体来说我们把全线分成了六个部分 第一个是最开始的user mode 那再来当有系统需要使用到像安装 package 或是去装入自动起重项或是debugging的时候 就会使用到root 那在mac上比较特殊的是除了user mode和root 还有像entitlement的这个机制 主要是为了让这个应用程式可以拥有比root更高的权限 那在entitlement上呢 有两个最主要的机制是sip和tcc tcc是transcurrency consent and control 它是一个用来去控制user data 不被被存取的一个控制 好 那像是右下角这张图就是 不同的policy像麦克风 摄影机等等的 都会有相对应的应用程式可以去做存取 那当有未授权的应用程式存取的这些policy的话 就会弹出像左边的这个图示 好 那这个tcc呢 就是防止你不被害客突然开启你的镜头 然后拍下一个丑照 好 那我们往下去了解一下这个tcc 可以发现它是有三个部件 第一个是tccd 它是tcc的常驻程式 那以及两个database 有user mode和system mode 那user mode呢 主要是存放像桌面 或是download下面的存取权限 那system mode呢 是存放像麦克风 或是摄影机等等的存取权限 好 那sip 是system integrity protection 主要就是要减缓在 mac上root的权限过大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sip的权限有三个措施 第一个是禁止root去loading kernel extension 就是kernel的扩展 那还是针对file不能存取或是删改掉系统内部的档案和资料夹 再来是针对root呢 他不能去debugging system的process 那既然sip这么强大去防止掉root去写入的system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需要去做update system的一个时候 所以呢 mac就给予了两个签章可以去绕过lutus 就是第一个是lutus install和lutus install heritable 这两个entitlement 那苹果当然不会给这两个entitlement太多的应用程式 所以只有像system install d这种系统内的常驻程式可以拥有 好 那讲完tcc和sip 我们可以讲有趣的点 在tcc有一个policy叫for this access 那这个policy是允许应用程式去存取到sip protect的目录底下 那像这个例子就是红色框框是我们给予for this access的terminal 那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去存取到tcc的database 也可以去对它做修改 那这就打破了sip保护的一个机制 那在上面的部分没有去上面的terminal是没有for this access 那就会出现operation not permit的一个质量 好 那基本上简单的说就是当一个管理者去开启了for this access 给这个item 那就等于其他的user就可以透过这个item成为拥有高权限的肌肉的财材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介绍我们的针对这个提权的攻击面 那提权的攻击面整体来说可以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个是如何gate root以及做bypass sip和bypass tcc 那gate root主要在二层是常用的就是 它会去注入到自动启动项或是增加它的隐秘性 像迎接到这个library launch demon和launch agent 那这两个底下就是可以持续的使用root 以及像隐藏到特定的file或是folder来做更好的隐藏 好那除了这种情况也有一些情况是 但是在pass sip和bypass tcc它的条件就是要先get root 所以get root其实是一个基准点 好 那在mac底下有四个default的process是拥有root权限 第一个是launchd 它是kernel运行起来之后第一个user mode的process 以及helper demon也就是常驻的程式 像右铭叫做这个xpcservice 再来是auto run process 就是放置到launchdemon或是launchagent底下的process 再来是suid的binary 好 那我们把攻击面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在systemdemon就是系统内部的常驻程式 拥有的bug和漏洞 那像suhelper和cfpreference 再来是在serparty的在第三方应用程式 安装进系统之后它也会去安装一些常驻程式在系统内部 那这些常驻程式就有可能会拥有权限认证的问题 那像是microsoft的one drive zoom teamviewer这类相当大的厂牌的应用程式 都曾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有权限问题的一个serparty demon 好那再来第三个是coside的漏洞 那这就会导致可以任意签章 那任意签章的一个后果就会可以直接getroot 那刚刚有提到两个攻击面其实都是跟常驻程式有关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常驻程式 它是由launchd的这个service所运行起来 并且是跑来背逛不需要user介入 那分成launchdemon和launchagent 差别是在launchagent是user登录之后才会去运行起来 那为什么它会叫xpcservice 这是因为xpc是apple的一个interplastic communication的一个机制 那这个整体的机制就如下面这个c图 一刚开始clive会传送xpc的message 可能是download new system的一个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会让这个进入到kernel 那kernel会叫launchd叫这个demon运行起来 从睡眠中唤醒 那唤醒之后demon会去验证这个可爱端是否有 跟它连线的一个权利 那有的话它就会帮它把这个function完成 那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privilecy separation 就是全线分离 让可爱端可以不用有这么高的权限 那也增加了很多mac的安全性 但问题就来 那我该怎么去确认这个demon是我可以信任的client 那这就是近年来一直被攻击的一个点 所以苹果认为privilecy separation的策略非常好 但是问题是近年的提权都是靠这个xpc service 因为在全线认证上的问题而直接达到提权的作用 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是22639 这个cve 它是右边的这个如果用过mac应该都用过 它是一个更新的应用程式 那这更新的应用程式会连到suhelperd 这个用来去这个常驻程式来去做准备系统更新 那它会负责去做像档案搬移或是认证的行为 那再来就会接到这个softwareupgraded 去做真实的update的system 那经过逆向可以看到是install的这个应用程式 会去连到softwareupgrade的framework 那由这个framework当做一个proxy去连到xpc 去连到suhelperd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写一个应用程式来去跟这个suhelperd 大家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suhelperd它会去验证 那它用的是escribeport这个function 会带后面会带一个参数是它一个数字是用来去验证它要多高的权限 那bootAPI它就会给予不同的数字 像有16,8,1 但这个cb的问题是这个prepareinstallassessment with pass 这个API它是不需要认证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一支应用程式直接去 要suhelperd执行这个API 那这个API呢 再逆下去可以发现它是一个 会接到后面的update的程式 它会接到这个API 特定的目录下去放置我们的manitious file 那接着呢 我们透过传送XPC的request 去要它去执行这个有漏洞的API 那suhelperd就会再把这个路径呢 传给softwareupgraded 那softwareupgraded呢 就会去连到 它吃到的是这个2E的路径 所以它就会在这个路径底下的content framework osinstallsetup.framework 去找到这个manitious file 然后去把它执行起来 那因为这个softwareupgraded 是一个有root的权限的常驻程式 因此这个manitious的file呢 也会是以root的形式去执行起来 那就达到我们的提权 好 那再来是 第二个 cfpreference的这个demon 那这demon呢 是拿来做偏好设定 帮这个应用程式做偏好设定档 也就是假如我们是一个roon 那我们可以跟cfpreference 这个demon呢 去要求他要放置到 放置一个preference roonchat.plist 这个可能存放一些使用者的音量 或是一些偏好设定 那接着呢 这个cfpreference 就会帮他把这个plist 创建好 然后放到指定的目录底下 好 这是一个正常状况 但是呢 今天这个cfpreference 给予cfpreference的这个路径 是没有创造过的 也就是一个新的路径 那这时候cfpreference 会透过这个createpreference directory的这个API 去帮他创建一个路径 起来 但这时候他还会 好心的帮你把这个 拥有者改为是 这个user 因此 我们就可以构造一个 攻击链式 我们透过给cfpreference 一个 可以去做提权的路径 那这时候cfpreference 就会帮我们把这路径创好 那我们找的路径是 user local etc period daily 那这个路径呢 就是mac底下的自动起动档 它可以去 在每天或是每小时 或每分钟 帮你去执行这个 应用程式 并且它是 以roost权限来执行 所以我们就 很好创建了这个 假的plist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拥有这个 路径的 写的权利 因此 攻击者在把 21层次放进一个路径底下 我们就成功达到提权 好 那dazzle spy 这一个21层次的家族 它就是透过 路径的方式 它就透过 这个2021 30869 这个cfpre 达到路径 那它主要是目的 它的主要目的是 去除自己的quarantine 的attribute 让自己可以 执行 在onsign 执行这个onsign 的exculpt 在它的系统内部 好 那接下来是bipass tcc bipass tcc呢 整体来说有三个攻击面 第一个是 使用legacy的application 来进行攻击 再来是 manipulate这个tcc的database 以及注入到有tcc entitlement的应用程式 好 那第一个 如果这个tcc呢 因为它在注记每一个应用程式 有哪些权限的时候 它在辩认应用程式的时候 是用这个csreq 它是一个 类似这个千张的一个记录方式 因此 旧版的应用程式和新版的应用程式 其实拥有同样的csreq 也就是千张的格式 因此 旧版的和新版的 在tcc的眼中呢 看起来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在高权限的应用程式当中 找到一个非常旧的应用程式 跟它相同的应用程式 那 假如说它这个旧版的应用程式当中 没有注记harden runtime 让它可以去注入到应用程式当中 像library的注入 或是程式码注入 就可以成功的 任意的程式码 并且拥有高权限 那再来第二个是操作这个tcc database 因为tcc database 它是存在于 真实存在于file system的 所以 就算它有被sip给保护住 但是还是有很多有趣的绕广词 像用mount的方式 mount到这个 抗点apple tcc的资料夹底下 或是用time machine的方式去 写入到tcc内部 那以及还有透过home environment的方式 来去创造一个假的tcc 让这个demon去吃到 假的tcc的database 好 那再来第三个攻击面是注入 那注入在mac上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library的injection 那第二个是entitlement 就是抗apple security get test or load 这个entitlement它可以去做 让有这一个entitlement的应用程式 能够被debug 那被debug的话 它就能够去 攻击者就可以去做注入的动作 那在cloudmasys 这一个spyware 它就是透过了cp的漏洞 能够摆配tcc 那它主要的目的是去 要去录制使用者的萤幕 以及keylogger和扫描usb内部的档案 那我们在实际的ir的case中 我们也发现实际的使用者呢 会去把这个for this access 这个policy给放置到这个terminal 那有terminal有了这个for this access的权限的话 它就可以去很简单的做到提权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个terminal给关闭起来 那再来是bypasssip 它是整体来说有两个攻击面 主要原因是sip 是在mac底下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权限认证的机制 因此在mac上这一方面做了非常多的 只能够透过entitlement的机制去达到 因此我们攻击面的话 就是攻击这个system 有entitlement权限的systemdemon 再来是应用程式 像demon的话 就像systeminstalld 那application就像xr 它是在mac底下的压缩程式 那systeminstalld呢 这个常驻程式 它的目的是要去安装package档 就是mac底下的package档 那在package档形下有两个 它其实就是像一个压缩档 那只是它多了两个script 一个是postinstall和preinstall 那这两个就是分别在安装前和安装后 会透过systeminstalld去执行起来 好 那这个漏洞的主要原因是systeminstalld呢 去解压所有这个package里面的档案之后 会放到private temp底下 那private temp底下 是一个未受保护的一个资料夹 因此攻击者可以透过在postinstall 在安装的过程去自换掉postinstall的show script 那让这个systeminstalld 在结束安装之后 再去呼叫这个postinstall的时候 会是攻击者被攻击者自换过的 并且这个systeminstall 是拥有sip权限 所以接连的postinstall 也会拥有sip权限 好 那最后我们来做一下 在前半部的summary 我们发现了非常多的 不管是绕过tcc 绕过sip 和绕过达到路程 都需要使用到 都常使用到这个有漏洞的xpc service 再来 我们在绕过tcc的时候 在这个tc database 和legacy application 是最常被拿来做滥用的 在第三点 sip的entitlement 是 它非常的少 但是也是攻击者 最常拿来做攻击的目标之一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章 就是 如何去缓解这样的提权的一个攻击手段 那我们的专案名字叫unprivilege 就是主要是希望我们的工具人能够在提权的时候能够 能够警告使用者 因此来做这样的一个detection 好 那我们的工具是基于endpoint security的framework 那它是一个由apple 建议第三方的防毒软体使用的一个框架 那它是一个系统扩展 empoint security提供了非常多的event可以让我们去做hooking 像是process execution mount fork 和rest signal 这类的行为都可以做hooking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还有就是apple不允许我们去写kernel 所以我们只能用它给这个empoint security 来做这个detection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empoint security 整体的架构 那它的架构非常大 包含user mode system mode到kernel mode kernel mode的部分 它用的NACF的一个框架 那这个框架是mandatory access control framework 它是一个在苹果 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框架 那这个框架生成出了非常多的module 像是sambus module 和gatekeeper module 就可以知道 在endpoint security 它的重要程度是非常高 是在跟这两个module是同层级的 好 那我们整体可以来看一下 MSCF它的流程 在我们call到fork的时候 进到kernel的时候 其实它会做检查 就是make plug trick fork之后 再call到一个maker 叫make trick 那这个trick呢 会去parsing所有的module 像是gatekeeper的module sambus的module 和endpoint的module 先把他们的module 运行起来之后 才会最后才会执行到fork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在最早之前做拦截 所以是进到kernel层的一个hooking的极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个实例 就是我们透过hooking 1x1c的这个指令 可以看到哪些东西 那就包含像argument和pass 以及cosine thread 以及pid这类的资讯 都由我们的endpoint security 所launch到 好 那问题就来 那这么多event 我们到底该 针对哪一些event去做侦测 以及该怎么在这100多个event中 找到我们要的event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好 那当我们在实作我们的机制的时候 就发现我们点开endpoint security 文件结果每一个event 他都简单的讲了一行 然后也没有告诉你 他会传哪些纸回来 要做哪些事情 对 所以这边就是要靠这个开发人员 以及研究人员自己去 了解整个的event的一些功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我们的 我们detection的逻辑机制 好 那我们的unbridge 整体来说有四个功能 第一个是process routine的detection tcc data的protection 和legacy effort detection 和special entitlement file tracking 好 那我们先进入这个最大的主题 是如何去hunting process routine 那我们在刚刚可以 在刚刚的这个红队的攻击面可以发现 要能够抓提权最大 最长 就是最长的一个攻击方式 就是透过去攻击这个xpc的service 因此我们要 侦测这样类型的攻击呢 我们就必须串起 可爱端和demon端 两边的xpc的连线方式 好 那我们就要先看一下demon 是如何运行起来的 demon这个长度程式呢 它是由lounged 接着呢 会call到xpc policy 委托xpc policy去把这个demon 给叫起来 那我们hooking到的这个行为 就会长左边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可爱端的 可爱端呼叫demon 那demon由lounged去运行起来 所以整体的关联性 就只有xpc的message 所以我们不能透过 endpoint security framework 来去做两边的桥接 所以可爱端和demon端 到底要怎么联系 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 假如没有去联系这个xpc的message的话 我们在endpoint security 在做detention的时候 就会看起来像这样 可爱端被运行起来了 但是它没有做任何事情 因为我们hook不到xpc的request 那再来victine的demon运行起来了 因为它被委托要做恶业行为 那再来它inject了autorun的directory 但是我们查不出它的可爱端是谁 对 所以这边就是我们一个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要强力逮捕 就想要它hooking 对可以用hooking的极致 然后我们去hooking的xpcprocess 我们hooking user端的process 那我们透过hooking的方式 可以拿到xpc的 它的传输的讯息 那在mac上做hooking是一个很麻烦 并且有很多限制的一个做法 但也是我们目前的唯有做法 那在限制呢 就是mac只允许没有sipprotect的process 和没有entitlement的process做hooking 那这也刚好符合我们的预期 因为我们要针对的就是user mode 并且没有任何entitlement全线的process做hooking 因为它才有可能做提权的行为 好 那我们使用的工具呢 是xpoce 这一个工具 那这工具呢 一刚开始会去 进hooking到这个user process 那它会建立一个extension handler 那建立这个user process的extension handler之后 它会故意把user process的 要hook的API的address给改掉 那这时候 然后user process去access到那些被hook的 xpc的connection的API的时候 就会谈到extension handler 那这时候就可以由我们xpoce 来做记录下function和argument的 那这时候再把内容给还原回来 传回给user process 就是整个我们hooking的方式 那最后我们hooking的结果就可以看到 当我们hooking xpcclient有做这个xpc的连线的时候就可以 在下面可以看到 API是xpcconnection create mesh service 然后并且可以拿到我们的service name 就是抗applecfpreference 就完成我们hooking的一个动作 好 所以我们在做hooking的时候 就可以整体的流程就是这样 terminal开启了一支binary 那这支binary 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是它是onsign的 并且没有 它是user mode来执行 那这时候我们就把它做hooking 那hooking之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它所有的xpc的request 那当这个demon 这时候又有执行的2E行为 那我们就可以串起整个攻击面 从这个demon去 从这个binary去 连线到这个demon的一个过程 好 那所以整体的就是 client端执行xpcrequest 到这个demon端 demon端去做2E行为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 由client端去做 恶意行为 来做整体的hooking的行为 的动作 好 这就是在process routine 这边我们做的动作 那再来下一个是tcc的potation 那我们整体的机制有四个 第一个是旧版的 旧版应用程式的detection 和divary injection 以及gate test or load 的injection 和tcc的database的potation 好 那在hooking 这个重复的应用程式呢 由于在tcc刚刚有提到呢 他们没有去助记到这个version的部分 所以当同一个version 同一个应用程式被换起的时候 就会是同样的权限 但我们这边会做runtime 在cosine内部 其实会助记这个runtime的version 所以我们这边会把 会组织一份runtime 目前的runtime 在每一个应用程式runtime 所以当有一个应用程式 是以旧版的 旧版的状况被开起来的话 我们就会被我们侦测到 好 那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的endpoint security的几个机制 第一个呢 是我们在hunting processroutine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event 第一个是exec 那它是一个 用这个呢 可以去当有一个应用程式被执行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exec这个event 去把它做hooking 被我们告知之后 我们就会马上去做hooking 那再来是runtime create 是当有提权过的demon 他会可以做到写入或是create到 有某些portage的file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我们trigger到 然后去串起整个攻击链 好 再来是hunting tcc bypass 这个部分呢 这个module呢 我们有几个event 第一个是exec 我们就是当有旧版应用程式指引器 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event 来去抓到 来去比对这个version 那再来是mount和write 是当tcc的database有被写入 或是被mount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侦测到 再来是gettest 就是当 在做code injection的时候 gettest是 可以拿到 被debugging端和debugging端的 资讯 好 那在sip bypass的部分呢 我们也是针对injection的部分 像exec 是会去hunting 有library injection的参数 再来是gettest 系列的event呢 也可以去hunting到debug端的资讯 好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demo 整体来说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notify mode 我们会去hunting cv2021的e815 这个cfpreference 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漏洞 那我们的处理方式呢 会去pop up一个alert message 以及生成一个roll report 那再来第二个是blocking mode 就是我们的 我们会去hunting这个cv222639 suhelperd这个漏洞 那我们会去直接reject掉 由root运行起来的terminal的open 好 那右边呢可以看到是 呃我们的unprivileged的应用程式 那左边呢就是我们的呃供给脚本 那这时候就会hunting 呃执行起来就会被我们做hunting 那右边是 右上角就是我们的呃 呃pop up的message 那我们也会呃可以看到 他是哪些事情触发 以及抓到我们的pass和argument 那以及会抓到我们呃被我们滥用的xpc 的这个service 好 那我们也会把我们的整个report呢 呃写成一个文字党供这个user 做检查 好 那再来是blocking mode blocking mode是呃会把这个terminal 呃当有发生恶意行为的时候 会把有高权限的terminal给呃抵挡掉 那右边的是我们的应用程式 指令起来之后呃可以看到他hooking hooking的这个exec的指令 那也可以看到我们呃他会有不断的事件进来 那当我们去执行我们exploit之后 他不会去呃 呃pop up那个terminal的讯息 呃terminal的视窗 是因为我们有hunting到 并且呃跳一个alert 那呃呃这整段会呃我们的应用程式 会不断的hooking execution 的这个event 但是呃整体的应用程式还是 整体的系统还是不会不会 down掉 主要就是因为airpoint security它的效能有做过一定的改善 好那当我们程式关起来 在执行一次exploit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terminal被跳起来 然后呃呃有一个root的terminal 在这边 所以就代表呃我们的侦测是可以成功的hunting到这个exploit 好那最后呢是我们的future rule 就是呃我们这个project呢还会继续的开发 就包含像design的UI和 呃针对这个detection module的改善和呃呃提供更多的呃呃 侦测路我可以去做侦测 好那再来是reacted topic 呃在近年近年开始有非常多endpoint security的research 产生像今年的呃brehead的usa就包含 Apple的ASA for behavioral detection 那他就是呃针对像gatekeeper的呃呃呃呃程式码运行起来的一些轨迹来做detection 那再来是 那再来是 呃给exploit using apple endpoint security是VB2021的 那他也是针对呃呃code execution在进行行为的侦测 那再来还有像anpoint security and insecurity是针对呃呃 anpoint security上面的漏洞去做研究 好那最后我们可以呃我们来conclusion一下 那第一个是呃我们觉得呃我们了解到anpoint security整体的呃呃机制之后 我们发现呃单纯使用anpoint security是没有办法针对呃非常针对性的攻击来做防御的 还是需要透过有开发者或是呃呃研究员去做出detection The module 哦见哦导游的вер体系的 ANDREW 那案但 Alors呢 那再來是我們在RR過程的經驗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許多並不是開發者的使用者都會把這個Terminal放太多的權限 那這就會導致攻擊者容易直接提權 好再來是MacOS 13呢 又有新的ESAEvent可以去做hooking 那我們也開始針對新的Event去做research 再來是Apple的這個Purpose新的Binary 叫ESF Logger 那它也可以更親民的讓使用者可以去使用這Endpoint Security來做防禦 而不需要去擁有他們的Endpoint Security的簽章 好那再來是Endpoint Security也漸漸成為他們蘋果的 蘋果偵測二一行為的一個重大的一個系統 好那最後呢是我們的新的Apple開始有一個新的Mode叫Lockdown Mode 那我們也期待這個Lockdown Mode可以 因為它也是一個權限認證的一個機制的防禦的機制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開始研究這一方面的攻擊 好那最後呢就是假如大家對我們的研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我們攤位看看 好謝謝各位 那我們還有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看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想問我們的Will 然後好馬上好 我覺得這場議程蠻豐富的啊整理的其實蠻好的 那其實我覺得最難擋的其實應該是XPC那一個 因為我們如果要去寫一個端點 端點防禦在Apple上面 XPC的Rule應該要好幾條 可能至少三到四條 XPC Request才能構成一個攻擊鏈 可是如果你是偵測按照它的持續關係去偵測 有沒有連續性的Request才達成有沒有某個攻擊行為 這樣的Pattern可能攻擊者可以穿插一些 不是你偵測範圍內的弱 就導致百Pass掉你的偵測 那這部分你有沒有想好說 未來如果有更新的攻擊方法 那會不會有這種被繞掉你的policy問題 了解這是一個蠻重要的問題 那我們在想的時候的確有想到就是 因為我們是時序性 當有一個Binary連到一個XPC 我們就會把這一段去做偵測 去做偵測嘛 做記錄 但是問題是假如XPC跟XPC間的連線 其實是也沒有辦法去做連線的 沒有辦法去做記錄的 但這一塊其實攻擊者也沒有辦法去做 去做他們想要為所欲為 因為XPC跟XPC間他們的構造 他們的連線方式是不受攻擊者所利用的 所以這的確是可以繞過的方法 但是難度上還是一定還是有的 謝謝 好那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我們這邊也可以用那個slider 也可以留問題 然後看 就是如果不太想直接現場文 也可以在slider裡面寫 有其他的問題嗎 那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裡面有一個slide是 講那個XPC的那些hunting 可是你的hunting好像是那種dynamic的hunting對不對 那有沒有辦法可以用yara的rules 來在比如說在Varisotel找原本 是 我是覺得應該是可以去做這些 你會call的那些API call對不對 就是如果我想找一些in-the-wild的sample 對 那你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就是JVT有沒有找過這些 針對yara入口的偵測的話 主要原因是一個惡意的攻擊行為 其實是很難 如果是以惡意層次的pattern 是很容易用yara入口去構成的 但是一個惡意的行為 其實這個行為是很難被 以一個入口來去做記錄的 但是有一個可以的方法就是 因為一個export其實他用的XPC的request是類似的 那假如說我們偵測到有某個XPC 和某個XPC和XPC的記錄是關聯起來的 那最後能夠關聯到一個攻擊行為的話 那這個pattern是可以被記錄下來的 對 Ok,所以就是也可以用這些API構造對不對 對對對 可是有可能會有些false positive 對對對 Ok 好,那有沒有其他問題 One Do Three Alright 那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再次感謝很精彩的演講 然後 有個Question 我們 那這邊有個問題是有人在那個slider問的說 如果說不要給terminal代表權限 那這樣的開發者怎麼辦 對 剛剛其實有提到就是 我們在IR的其實是一個沒有在使用terminal的一個使用者 那他其實根本就不會用下指令 但他就是誤把它開啟了 那當然假如說 如果你們是開發者 也了解這個蘋果的安全機制的話 那開啟這個權限是無仿的 對,我們主要是針對沒有這個程式經驗 以及不太懂這個蘋果相關的安全機制的人 去做的一個建議 對 OK 那有沒有其他問題 slider應該只有一個對不對 好 那再次 One Two Three 好,那沒有問題了 我們再次感謝很精彩的影響 Will,謝謝 謝謝 謝謝